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比这个更久吧 院长表情尴尬 马金合体主导选战策略 不但要让换助生成为绝想 更要逼党内天王全力复选 扩大影响力 王金平想续任不分区 恐怕也多了阻碍 记者家国风雨震台北报道 好 看完周刊王的爆料 再来看一周刊今天的最新爆料 在今天的我们看到封面故事是 马英九为了什么呢 哇 金普聪出手就选情了吗 悄悄的获聘资责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内容是怎么说的 在今天初刊的一周刊里面 特别写到 为了要挽救国民党 候选人洪秀珠跟立委的选情 马英九终于按捺不住 在日前悄悄的已经聘任金普聪 为总统府的资政 但是很罕见的哦 没有对于这个人事令 发任何的新闻稿 透过管道分别跟吴敦义 王金平 朱立伦 洪秀珠等人 金普聪是不是都已经展开了肯谈呢 是不是已经了解到 对于每一位天王 对选情的看法和异象 那么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 来稳住立委选情 跟选后的权力重整 在金普聪的手上 现在变成了第一要务 当然在很多人的 这个传言当中 在讲金普聪是不是要 劝退侯秀珠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的这个内文 里面特别提到的 就是有一点怪异了 就是金普聪呢 在这之前一直说 他不要当这个资政 在一月的时候还说他不要 三月的时候公布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江仪化啦 看到前考试院长啊 关中啊 还有像杨敬天都有啊 就没有金普聪 但为什么现在他 却悄悄地接下了资政的职务 而府方也罕见的没有发人事令 等相关的新闻稿呢 我们来看看在今天去看到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官网上面 已经悄悄地也把金普聪给放了上去 在资政的名单当中 现有28人 文雄哥 这个人事命令 为什么这么低调 是 我也觉得很意外 因为基本上这些都是寻原来的例子 这个就没什么太奇怪的 只是说他当这个资政 其实还委屈他了 对不对 他如果不当行政院院长都委屈他了 他当资政就有什么了不起的新闻 所以会去延后发布 我觉得很奇怪 不过我们从同样的周刊 在今年的五月 如果记得大家记得那个 我刚才特别跟东华请教 五月十三号原来不是说 王金平要去登记吗 指挥入座 他们说朱主席要陪他去登记 五月十三是六十年来最好的日子 这个结果没有弄成 各位不要忘掉了 在那个礼拜的这个周刊 一样透过同样的系统 向周刊放话 果然王金平也不登记了 朱立伦就始终没有表态 那就结果造成一个 弄假成真的洪副院长 今天一样 今天如果大家看这个新闻的话 他也是透过原来的那个系统 再放这个话 各位不要忘掉了 上个礼拜到现在 有一件事情很热门 不是我们的那个联赞副总统 是洪秀树可能在被换掉的这个消息 好 第一个朱差配 说李四川什么 虽然很多人否认 当然要否认 比如说他见过 听说见过张荣卉 当然胡中信先生 曾经在公开说 他跟张荣卉正好吃饭的时候 证明有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不管 朱差配的确有人提起 这个吴敦毅呢 又很不爽的说 我好不容易两场包括公商戒业会 我每一桌带来去进酒 不知道你还要怎么样 不然你是要怎么样 很不爽 比方说我都做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 然后最有意思是各位如果还记得前天 王金平院长说 各位用闽南语的话 台湾话来讲这句话如果会懂的就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说 这老兄本来都很安静的 怎么现在突然整个像什么亢奋起来吃了这个威尔刚吗 性脏耍把他翻成性冲冲 性冲冲了 另外一个 五位有够打拼了 意思说吴对义 你当个副总统你又不选举 你那么努力干什么 到处去 什么突然都去 然后说接着就说很多事情在这个进行中 然后各位不要忘掉了 王金平院长今天否认 在这个金普聪先生否认金普聪执政 各位他现在执政要礼貌 金普聪执政这个发文否认之外 王金平也说没有 我这个金普聪没跟我见面 那我也不晓得有跟我见面的哪一个代表 金普聪 后面这一段就不要了 他说我没有跟他接触就好了 怎么后面留那一段呢 从这两次的新闻的消息来源 都是来自这个府方 都同样那个人 也是媒体出身的 这个人呢 过去还是王金平 这个救过用过的 这个王金平身边经常有一些背叛他的人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这些人现在在修理他 成他们明 对不对 那你说 我不是说那个监委 所以在这来看的话 这两次的上架的这个媒体 操作模式一致 然后他的任务都一致 那这一次的任务 我认为 其实呼应到我们洪副院长一句话很有意思 我跟各位讲 明年的总统大选 绝对选票上有我名字 是啊 一定会有名字 副的也是名字 所以我已经讲 有事情在发生 OK 这个事情是什么 这个 黄社长 你的判断 我第一个听到说金浦春 插手那个选举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 想说 这不是我的反应 就是 那个情资单位 国安系统的退休人员也跟我说 那叫宋楚瑜安全要注意一下 因为连加对马金 那是可以用恨之入骨四个字来形容 那那个恨之入骨的四个字 其实是跟连胜文那一枪有关系 因为在国安系统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就得到一个情资 就是说 在选战策略的时候 当时他们认为 蓝军里面有一股人 认为说2004年 就只因为一颗子弹就整个翻盘 所以认为说 在选前的前一天 甚至投票当天 如果有枪击案发生 是可以制造选情的翻盘 所以2008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在筹划说 要锁定一个够分量的人 让他发生枪战 让他枪击 而当时国安单位 所得到的情资里面就说 这个人第一个 要排除是候选人 因为如果是候选人本身 会造成整个选举 可能暂停或干什么 但是这个人的分量跟辈分 跟台面上的各种 必须要够分量 所以当时得到的情资 是吴伯雄被锁定 而且我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 当时的警政署长 侯友宜也得到这个情资 所以侯友宜是派出随护 加倍在保护吴伯雄 那如果用2008年 国安系统的这个情资 去套2010年的时候 连胜文这个枪就有问题了 而且事后证明 这个枪有几个地方很诡异 最诡异的地方是当时大家都认为 那一年绿营会大胜 所以外面的赌盘都是开 不是开谁胜谁负 而是开赢多三都或四都或五都 是以绿营的三都四都五都做赌盘 从来没有人说会认为说 绿营那一年只有两都 那一年绿营只拿到两都 台南高雄 对 大家都认为起跳都买三都 所以民进党很多 什么林喜耀那些人听说赌注都下上百 这我是听说不知不确定 很多人都被咬走 好像陈明文也被输了好几百 外面这种传言很多 但这很难证实 但是很明确的 最诡异的地方是 那一年开票之前 设赌庄的人没有封盘 因为一般来讲 突然大家都道说 民进党过不了三都的时候 庄家会吓到怕赔不起 庄家会封盘 因为那个一进来不是三五亿 那是几十亿的进来 而且都堵说 民进党拿不到三都 那一年那一次庄家没有封盘 所以开出来的结果 跟造成的震撼 跟整个连家一直 恨到入骨就认为说这一枪 他们不知道真正幕后是谁 但认为马金必须负责任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 那已经从2004年到2010年都证明说 枪声对选举会有颠覆性的作用 那如果呢 连家或是政策上或是国安单位曾经认为说 包括美国对金普冲的评价都认为说 他个性很像香港街头混混 这是AIT对他的评价 那今年的选举 如果是三位选的时候 那万一又有枪声响起 那金普冲的出现会让人家很容易联想说 那莫非选举又会再有枪声响起 所以外面的意思就是说 一月他为什么不接资政 然后六月接了 但七月跑去美国了 那时候就开始不跟马总统通话 然后八月又跑回来了 八月跑回来说又已经见了一遍 说什么吴敦义王金平 马金体系最可恶的地方 也就是冯光源骂他 然后骂到法院金普冲去告以后 还判那个冯光源赢的地方 冯光源骂金普冲同腿 稍微只有一个很清楚的论调 说你什么学历都没有 什么专业都没有 但是你把中华民国 所有的要职都干过 从驻美代表总统府秘书 他有没有参加总统府秘书长 国安会秘书长驻美 然后台北市副市长 然后现在到总统府执政 反正国民党的秘书长 反正只要你金普冲想干 马英九认为他可以干的 他几乎都可以干 他不需要任何的条件 不需要任何的背景 也不需要任何 只有只要他们两个人讲好 中华民国体制是不存在的 那金普冲又喜欢出很多 让大家想不到的招数 所以冬豪格 市长的意思是 金小道出鞘 已经不是换个人来输 那听起来有点 因为你只要有金普冲出现 一定就争议就随着而来 一个人做到这个程度 其实也蛮成功的 只要你看到金普冲 你一定就会想象非常多了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金普冲心脏的问题 所以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放出来的消息是说到美国去 可是我们那么讲 我在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我会不要把重点放在红秀柱身上 也就是说 不管金普冲有多么通天的本事 只要国民党是红秀柱 基本上2016选举的格局 就是底定了 就是现在这个现状 那国民党如果是 为了要互助他的立委盘 那红秀柱的位置一定要调整 比如像文雄哥哥讲 他不会从候选人名单上消失 也许正的变负的 然后上个礼拜 其实等于说 红秀柱从整个七月到八月 其实我们一直在听这个消息 但是问题是红秀柱现在劝不下来 劝不下来 那金武冲这个时候回来 是不是会让这个问题解决 也许 那金武冲 金武冲这么讲 金武冲如果要插手 国民党的选举事务 他需不需要有身份 我觉得他是不需要身份的 那凭金武冲三个字就够了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挂资政这个身份 跟他要不要插手 国民党的事务 其实是看马英九的意思 只要马要他做这件事情 马很会拗 拗到最后金武冲 我觉得很难拒绝 那金武冲的手法呢 又很黏又很绝 所以呢你就可以预期 那未来 那会非常 选举会非常的精彩 甚至血腥也不一定 那唯一我现在不确定就是说 金武冲真的 真的会插手 红袖柱或国民党的选举吗 因为我认为金武冲 比较关心的是 马英九的卸任之后的善后工作 就是卸任 明年520之前 要把所有的善后工作做完 那因为我曾经听过金武冲讲说 他只管马英九的选举 其他人的选举他是不管的 那他就当国民党秘书长那一帐 那一次是为了要帮马英九选连任 预宣扑路 所以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不晓得金武冲有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也接触不到他了 但是只要在这个时候回来 如果未来我们看得到国民党 也许那个换柱的事情 也许真的要发生的时候 那我当然联想一定跟金武冲 在后面出谋策划有关 一周刊在今天的报导里面 是不是尹社其实最后出来的会是吴洪佩呢 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提到了一些案子 尹社说这个金小道其实已经出手了 让朱立伦跟王金平已经动弹不得 虽然在这个六星级死霸当中 就已经传言纷纷 但是金普聪还是始终认为子虚悟有 他说他根本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他只是调养身体 但是一周刊引用了知情人士的说法 说金普聪插手大选 已经不是一朝一夕 前年十月特征组监听国会事件 闹得满城风雨 法务部长罗英雪上任第二天随即就任命 新北地检署检察官蔡碧玉 调容为法务部的长次 同时兼任了监听案调查小组的召集人 那时候已经引发议论 认为背后有党政高层介入 然后我们往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蔡碧玉后来不是当了这个检察总长 我们来看一下监了北检之后 北检重办了中联信托案 被外界视为在警告王金平 然后大动作侦办的是 前新北市的副市长许志坚的涉探案 被质疑是有政治目的 要掐的是不是朱立伦的脖子 上个月底 检方又把法院告发的成年老案真结 认定当时是吴淑珍搜集发票的 这个贵妇团的团长 就是这个李璧君 帮忙吴淑珍 不是是诈领了国务交费的 542万多元是弊案共犯 所以突然在六年没有查之后 就变成依贪污罪共同证犯 以及伪造文书罪给起诉了 时间点是不是有够巧合呢 这个社长 检调出动了吗 到底他们检调 是不是这样出动呢 因为这种交代 有时候是只要一个眼神 甚至只要一句话 那检调系统就会动起来 不过比刚才这些 确实蔡碧玉在 从蔡碧玉最近几些案子来讲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在猜测说 以蔡碧玉这样的办案 我看下一波真正的答案 可能会是起诉柯文哲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必要 学生去教育部 把中组整组叫出来 什么意思 但这种案子是小到不能再小的 爬墙进去非法入侵 这个法律名文是一年以下的 结果马英九下令霹雳小组出动 他这边出动的是中组 这个这个这个是不寻常 包括中联信托 而且更让人家觉得注意的是 这个总春必军 这个去起诉他 不要说检察官觉得纳闷 其实最高法院的法官都 庭长都在跟我聊说 怎么去起诉这个 因为很简单 那个犯罪事实 我们大家都印象 一定是吴淑森说 你如果法庭就拿给我 一定是这样一句话而已 那你怎么去认定是共犯 我发票交给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对我来讲 我不需要这样发票 对不对 那我发票交给你 你这样怎么能成为共犯 那检察官 原来的承办检察官已经放了六七年 一定认为说这个案子 我办不下去才会故意隔着 那他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动作 那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说 再加上他们原来的互动跟人脉 跟包括他现在用这么 这个鹰派的办案手法 那如果在选举上 他采取什么比较大动作 这应该也不足为奇 我补充一下 今天中午 这么好有机会跟一些军方的人在一起 他们就一直回头告诉我们说 请我们注意军方的现在有一些做法 譬如像这个李翔咒 请问李翔咒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对 生病吗 那如果生病的话 国安会秘书长高华祝曾经也住院好几个月 休养两年了 也同样怎么肺腺癌 他怎么还可以上班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开始在安插自己的人 各单位都要安插自己的人 对 刚才 董博豪 你是太客气 你老是怕人家告你是不是 对不对 他在大学教过我 不好讲什么 你不好意思骂这个金老师 人家他说他没学问 你还别再教你惨了 你的学问一定也不好 不是 他总是教过我 不是 就是说 当都在安插自己的人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想要安全下宗 那为什么安全下宗 因为你做得很烂 你做得很脏 你做得很黑 所以我听到这个 今天中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原来 我恍然大悟 因为怎么样 因为李翔咒 过去他当宪兵司令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机会这样了解 是一个很不了不起的将领 有想法 有理想的一个将领 而且他长期在领导人身边 他也知道怎么样 创造国军的光荣 怎么样去为国军 捍卫国军 结果硬是把他换下来了 当然你说高华柱从内索 把胡政捕换下来到现在 多少人家准备要弄他 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什么 要保护自己 安插自己的人 所以你说今天金服从回来 他哪里需要资政 他不要当资政 他也很大 他只要当一个人的朋友 就很大马英九的朋友 像我这种事马英九的朋友没用完 对不对 那时候每天骂他 他也不理我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在进行 那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当金服从事三个出现的时候 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 事情都麻烦了 不要说大条了 都麻烦了 对我刚才听到有个人跟我讲说 小夕你们老宋的安全 金服从最喜欢玩那种司法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我们那个陆委会的张 张显耀 张显耀 他硬把他移送 匪谍 匪谍嘛 对不对 那半老半天 是连起诉都没有嘛 对不对 那这个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就是金服从在玩司法嘛 那当时还不是蔡碧玉当检察长嘛 对 对不对 那如果以蔡碧玉这样办案方式 你要知道 你刚才说马英九安全下床 其实安全下床是不可能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检察官在起诉 台北地监署在起诉 黄世民的时候 还特别发了个新闻稿 说黄世民一罪一罚 他的泄密行为 其实有两次 一次是他拿着监听议文 去看马英九 另外一次是马英九 叫他去跟江仪华 做报告 那特别发一个新闻稿说 马英九是不是共犯 其实那个新闻稿就认定他是共犯 第二次的泄密 就是黄世民奉马英九之命 去向江仪华报告 监听内容的时候 那个马英九是共犯 所以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是已经 只是因为总统身份 暂时freeze 暂时冻结不办而已 所以他一道认 是马上要启动的 所以蔡碧玉这时候放在那边的位置就很重要 就是说他也可以不动 他可以把案子一直睡 睡到像这个李璧君一样 睡了五六年突然说 时效过了啦 朱文老宋的安全会有问题吗 老宋 老宋应该是最安全的吧 相对安全 就是说我们对金补充这个人 就是说一个他说他不入府不入阁 然后他就跑去美国当代表 然后又回来又当这个情治单位 所有情治单位最高的一个秘书长 国安会秘书长 这种人他卸任之后 他只要一个位置 就是资政 因为资政方便 不用去进总统府 不用去办那个 这个什么换车 换个什么政 总统府资政 可以游走总统府 可是这个人呢 就是他拥有最大 比任何人 台湾比任何人 都最大的权利 他却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所以说他厉害是厉害在这边 那他会怎么出手 他第一 我们都很清楚 洪秀柱大家在谈说 会不会换会不会换 那没有人有办法换掉他 就只有金补充有办法换掉他 今天周刊说 他一回来就去见了四个人 照理讲 他只有可能见三个人而已 可是他为什么 老王应该不会见他了 不是 他怎么会把四个人的名字 都讲出来 那为什么老王出来否认 其他三个不出来否认 那一定有问题嘛 就是说那被 我们被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大家在讨论说 什么朱差配 无差配 可是明明国民党党内的民调 就是王的民调是最高的 可是就从来没有说王差配 那逻辑在哪里 就从金补充回来开始就产生化学效应 对 那我是觉得啦 对付金补充这种人就是因为他他因为怕才会出手 他怕什么嘛 怕输 怕输他就会出手 他怕说以后的东西会被抖出来 他就先出手 当被他出手的人 如果回击的话 他就会收了 他的个性是这样子 可是有谁会这样子做 国民党里面看过去没有人现在是这样子做 不过他现在会对谁这样子做 金补充唯一的对象是谁 王近平啊 王近平你就是要出手啊 因为他比你还怕 怕什么 民调最高的 有民意的 你怕什么 跳出来 这种人把台湾搞成这样子 你就要跳出来 替台湾人讲话 不能让他再欺负台湾人 连最后一年都还要欺负台湾人 对得起台湾人吗 要硬起来 辉主姐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我纯粹就这个媒体爆料来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这一则爆料 跟我们刚刚谈的蔡培然比空很多 他更空了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连一张新的照片都没有 比方说他里面提到说 他里面提到说有人募集 这个金补充去中央党部 可是一张照片都没有 然后通篇就七拼八臭 只有一个梗 就是说金补充回来了 他出手去整合 结果失败了 觉得说这个没搞头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太没有这个山东力了 唯一的稍微新一点东西 就是说金补充巡礼 接了一个这个总统府资政 这是他自己写的 周刊自己写巡礼 所谓巡礼就是说 不是因为金补充的关系 是因为他当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那他这个职务呢 可能有他的分量 所以卸任以后呢 按照一些惯例 就会请他做总统府的资政 然后呢金小刀本来不太愿意 后来可能啦 你不愿意的话 那下一届的秘书长 不是也没办法当资政了 就断了后路了嘛 所以他就当了资政 然后呢他很低调 就不发布 所以他六月呢 就当了资政了 可是呢总统府没有把这个正式的这个新闻给公布 被这个媒体登出来以后呢 才悄悄地在网站上公布 唯一的一个新闻 稍微有一点点大家不知道是这一块 其他了无形 不不不以我跑新闻这么久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就我所听到呢 马英九在当市长的时候呢 金普中当副市长的时候 我听市政府的人形容说 从来只有听过副市长在骂市长 从来没听过市长在骂副市长 就说这个两个人的互动的强弱是这样子 那你跟我刚刚讲的毫无相干 你听我讲吧 先听我讲吧 假设这个陈述是成立的话 那就表示说这个马市长是比较怕的 就是马金之间 马是比较怕金 金是比较不怕马 那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呢 马目前呢 他一定是很稳住 因为民调低啦 洪秀柱各方面他一定焦头烂了 焦头烂了 他一定希望这个经常骂他 指导他的人回到他身边 但是金不点头 马一定希望一定要挂个头衔嘛 你不能出去什么 至少就像索文刚才讲的 开车进来也方便嘛 那总不能说我叫老金 我叫小金 我叫金小刀 就跟你合起无阻 总是要有个头衔 那这个头衔呢 大家都没注意到说 马英九竟然说服金浦冲 又接受了这个头衔 以如果说只有副市长在骂市长 这样子 马英九要去叫金浦冲接这个缺 可能是陷队 顾得陷队 是的你刚刚跟我讲的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告诉你 让金浦冲同意接受资政 这个是有梗的 这个是新闻上 在新闻上是有梗的 我刚刚有讲说 唯一的新的东西就是 他去接了这个资政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周刊似乎要讲说 哎呀 金小刀出窍了 国民党的总统大选 可能有所改变了 所以他去整合这个 朱 吴 王 洪四个人 结果呢 看里面很空嘛 好像他也没有说 这个金小刀去见了王 他说他派个代表去 那你看王金平这个气头上 他怎么会派一个代表见 我就见了 根本代表他都不会见嘛 而且以这个金小刀来讲 他跟王的这个苦大仇深 也不至于说 我随便派个代表 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线索 是这个空的 朱立伦那边呢 好像就是说 朱立伦很可怜 800年前就把柄抓在人家手上 很早就被判出局了 根本就没有要朱立伦了 那这个也是 大概几个月前的旧新闻 所以我刚刚讲说 就这个爆料新闻来讲 《易周刊》这个礼拜有失分 跟他过去的这个比 太不精彩了 太不够格了 所以这个有点是说 滥于充速的一篇爆料文章 这一点我同意 就是说 跟平常以往爆料的人来讲 这一次坦白讲不太有得分 没错 但是金普通突然挂自证 这其实是在新闻上 确实是个讯号 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重要讯号 我补充 我说金普通黄社长讲的 在马银九跟金普通共当副市长的时候 我真的不敢确定他会骂 金普通会骂马银九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市府首长怕金普通 不见得怕马银九 因为马银九是一个比较 我们做好题 温良公典 他例如说他对你不舒服 他还告诉你 你是不是要改进一下 那金普通直接告诉你 你明天把志诚送上来 所以他是大部分首长非常 对金普通非常畏惧 对马都要透过金普通 所以他要金小刀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当中央党部一个人跟我们讲说 马银九当党主席 大家天下太平 金普通当秘书长的时候 全台 中国国民党都很紧张 但是类似说 刚才这个 黄社长提到说 金因为掌握到一些 所谓的特殊的问题 会不会怎么样 但我们看最近马对李总统 非常强烈的态度 那甚至对这个 一个已经过了很久的 李毕军的案子 又拿出来做犯 因为扁维拉会不会出现 我在想到 其实我们来看看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在面临问题的时候 尤其现在台湾的经济 是最大的问题 未来很可能 包括如果货币战争开始的话 可能台湾不管股市 汇市都会走低 我们记得 上一次的亚洲金融风暴 是97年 彭P 你看你应该记得 97年是亚洲金融风暴 从泰国开始 后来经过马来西亚 最后打到韩国 韩国的货币 从800 对一美元 对800韩元 扁到1比1700 这个韩国国家破厂 当年IF进去救援 那个时候的总统 叫金永山 他保护自己的方法 就是两个总统 一个叫做全斗焕 一个叫卢太武 他把这两个逮捕 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他当总统当了四年多了 他已经当了四年多 他把全斗焕 是以他当年参与光州暴动 判变 判处他死刑 我想我们大概都不会忘记这个画面 因为彭P在新闻所 两个曾经当过特战队司令的 两个人手握着手在 幾乎是发抖的在法庭上 一个判死刑 后来另外一个判处 无期徒刑 最后是靠1998年 当时的金大宗 给这三个人特赦 因为金永山本身涉及到贪毒 还有他的儿子 在97金融风暴 大家全韩国破产的时候 发现他儿子涉及到 韩保汽车的舞弊案 他本身也涉及到赌值 最后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把这两个人拿来做变焦石 这是发生在韩国 97金融风暴的两个例子 其实我们在台湾都可以想象 另外就是当时的马来西亚 各位记住 那时候马来西亚的 那个 马来西亚的货币也大幅贬值 那时候马哈地 就是最近也出来 参加游行示威的 就把他最可能接他的对手的安华逮捕 所以他涉及到一个非常不敏遇的案子 匪文有的没的 对 那个非常难堪 又叫回教世界 非常难堪的一个案子 结果把他逼下台 也就是说 一种方法是靠两个前任总统 来做怎么样 护身符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最可能的竞争对手 我就把你用一个非常非常难堪的罪名 把他起诉 到最后他继续多做了五年的总理 所以我觉得今天以台湾这种情况的话 金辅聪 我们不得不承认 刚才文兄有讲过 他为什么要把李翔中换掉 要换一个 几乎已经退休这么多年的 新的一个人来当国安局局长 会不会陷入总统的国家的安全 你看想想看 彭平我们现在距离 美国距离总统大学 都还一年三个月 到现在为止竞争很激烈 可是每一次 你看看每次两次美国总统 几乎选举定的时候 就会出很大的事情 最有名的就是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美国第三十五人总统甘奈迪 根本没人跟他出来竞选 不像现在 距离一年三个月 还有很多人在选 那时候没有人敢跟他出来竞选 刚好就是我们金小刀念的学校 在德州 他在奥斯汀 在打拉斯 他被他打死 当时在竞选三十五人总统的时候 民主党已经没有人来挑战 确定没人敢挑战他 而且共和党根本推不出人来 确定他要竞选连任 结果在十一月二十二号还被打死 这个案子到现在 美国没办法破的原因是 干掉他的那个 到我们台湾当过兵的 奥斯沃 奥斯沃打死他之后 第二天 既然从他的看守所出来 被一个POP的老板叫Ruby 他既然当着联调局的前面 掏出一把左轮手枪 当场就打死在所有 新闻记者名前 把这个凶手打死 这个凶手在经过三个月之后 送到美国去做所谓的调查的时候 心脏病突发死亡 这个案子就结案了 到现在破不了 而他的 他后来华伦调查委员会 是把他设计到最高机密 要七十五年之后才会解密 就是说七十五年后 大概跟这个案子有关 全死光 更妙的就是 尼克森会当选的原因也跟他有关 因为一九六八年的时候 他弟弟要出来选了 民主党几乎也认为 John F. Kennedy的弟弟 罗伯甘乃迪很当选了 结果既律选举投票前五个月 罗伯甘乃迪又被他打死了 结果就让着这个尼克森 这个本来根本不可能当选的人 结果在一九六八年 他当选了三十七任总统 就说有时候选举定的时候 他唯一能够翻盘的就是靠 什么 槍几案 奥夫 但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了 菲律宾最多种事情 我选举要花五千万一亿 我干脆找一个什么 买凶 去买凶就干掉 所以每一次菲律宾地方选举 大概都会死几个人 几十个人 就是选举最快速的方法 以及去选举去做票去买票 干脆干掉人 台湾算是很进步 但是如果选举 以目前来讲 蔡英文我认为 大概当选的拘例是 你看那个支持度 或许只差十几% 看好度已经差到六十%以上 要翻盘 除非有一个非常类似 但是我刚才 举的例子最好不要发生 但那种例子发生的话 才是我目前认为 可能要翻盘 大概除非那种突发事件 否则很难改变目前 距离四个多月的总统选举 总统金浦冲列为资政 为什么没有公告呢 总统金浦冲列为资政 为什么没有公告 金浦冲列为资政 为什么没有公告 金浦冲总统会资政 没有啊 因为还有最近 要接资政 接资政 我今天才知道